三十四 《解放日報》 變美的下令營垂來館 2015年7月18日白星深星07又到暑假 各種主題的下令營招募廣告吸引眼球 國際精英、行業領袖、文化全景 讓望子成龍的家長們紛紛慷慷慨解囊 可與此同時,誇大宣傳、名詩身份無法認證 價格昂貴、存在安全隱患等現象也並非個別 令一些冷靜的家長表示十分擔憂 如何讓下令營反撲歸真、確保孩子在假期安全 健康地學習和成長、值得有關部門心思 本部記者將加林實習生許的下令營還是冒險營 家長里女事說 一家名為油果教育的機構組織孩子們到菲律賓宿務市道家中心 某語言學校學習英語 團購價11,200元、不含往反機票等費用 根據李女事提供的線索 13日下午 記者在衛南鎮富學師豪布斯卡名品村內找到了油果教育 記者問 為何組織孩子去菲律賓學習語言 對方稱當地通行英語 且目前國內大部分外交其實都是菲律賓人 在現場 記者看《道的2015油果教育菲律賓英語遊學》下令營顯示 其招生對象年齡不限 對方也稱下令營中年齡最少的只有8歲 然而,根據《教育部》去年8月發布的中小學學生附警外言學旅行活動指南 事行,以下簡稱指南 一般應以小學4年級以上學生為主體 組織3年級以下完全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學生參加活動的 舉辦者應依法特別明確相應的權利義務及責任 那麼,組織方在行程中有無配備符合相應之則或具備相關工作經驗的教育、醫療、生活、管理等工作人員呢? 對方指著宣傳策說 有著名的韓國大學教育心理學畢業張博士陪同 但記者並沒看到張博士的韓國大學證明 卻見到了一張由瀋陽軍區總醫院頒發的國際員營治療諮詢執行師資格結業證書 培訓期僅為三天 國內一些下令營同樣夠冒險 上海黃報軍份培訓在網站上自稱最具特色、最具實力、最具專業、最具影響力 記者聯繫其軍事下令營項目運營組的留教官 希望了解為期十天、報價8800元的蘇北山村蜕變之旅 對方稱項目地點位於江蘇宿千事雄 是全封閉場所、出門靠走、通訊靠後、治安靠狗 一個孩子配備兩位教官、一位教孩子做飯、押卓子、掃地 另一位隨時在邊上渣拍、吸牌子、家長留下珍貴的瞬間 在對方傳來的協議書上 記者看到保險條款時 約定安全責任期內 甲方學生若發生意外傷害 越方上海南奔教育科技服務部除採取積極行動 予以救戶外 經鑑定協商 應按照保險條款支付相應的費用 但到底是哪家保險公司 究竟如何理賠等都沒有說明 夏令營還是夏令營 據了解 眼下不少海外夏令營都是境外遊翻版 緊在遊程上點最己所學校 添加上體驗、觸摸等操持 曹溪北路88號 浮成外大廈內有不少教育培訓類機構 記者隨意走進一家名為新通教育的機構 巴台上兩塊最巨口碑影響力外語教育機構 最巨品牌影響力留學機構的招牌十分醒目 機構宣傳策上,一條適合13至18歲的美國線 報價36,900元 十四天行程中,真正在校學習的僅兩個上午 而指南規定,教育教學外用和學習時場所佔比例一般不少於在境外全部行程計劃的二分之一 有家長還將一隻海外夏令營的廣告傳給了記者 多小吃足貨的終結夢想是去日本大快袋兒 最有名的大龐蟹招牌更是美食街的地標 金龍拉麵、張魚燒、旋轉壽司、賀團肉等美食在這類都可以吃到 即使是海上巡遊日,壽司班內,新鮮魚子壽司一樣能讓你大飽口福 直呼過癮,血拼一路也盡興,家長不滿地說 這是青少年夏令營,還是成人吃貨團、素貨團 女遊業內人士稱,海外夏令營利潤非常高 歐美多數院校軍對遊客自由開放 即便是聯合國總部、美國國會等機構 普通遊客也可在開放日進場 甚至旁聽,一些所謂的高大償項目在當地都屬免費 另外,一些培訓機構是按機票正常加布級家長的 可因是提前預訂,且大多為轉機的經濟航班 一張來回機票賺個數千元差價絕非難事 夏令營還是高級打工營,披著夏令營馬甲的境外有價格不匪 國內開始流行的夏令營暑期課程價格也令人炸死 記者日前聯繫到了負責某暑期課程招生的蕭老師 他稱負責金融、歷史等課程 由美國常春藤大學教授親自來雲南帶你港壽 學生介時去當地集中受訓 一位美國教授指帶三名中國學生 最上一期是7月13日至8月8日為期25天 費用分4.8萬元 5.8萬元兩種 不含食粟 以某歷史項目為例 費用5.8萬元 美國教授每天教兩小時 一共40個小時 教授內容包括背景課程、研究方法道論、論文寫作、論文開題 不過對方坦然,論文由參加者讚寫 等於是幫美國教授打工做課題 hard-しょ、論文字ajes善 short- chorus 再問嗎 高 East